1. 被趕出來了 就算是小偷也有絕對偷不了的東西 不管是什麼東西都是不能偷的 生命是不能偷的 太沉重了 偷了就逃不掉了 不管使用什麼手段都不可能掩飾犯下的罪過 我要來證明這一點 親手帶不犯人 算了 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助手 找出案發現場 好 有秘密情報喔 第一手情報有目擊者 可以啊 戲劇警官很有用啊 舞台那裡有目擊者 誒 車車就在這裡誒 沒有半個人 好久不見了 誰 寶月欠 前上司的妹妹 三年前的某個案件當中 曾經出庭過 他現在是個搜查官 夢想的車車 夢想的車車 好久不見了 誰 寶月欠 大家現在只要四點九九美 就可以拯救我的嘴嘴 這就是夢想的車車啊 你還記得我啊 我可能不太記得他 你看起來很有精神 留學都還順利嗎 為了當上正規而且科學的搜查官 每天我都很努力的學習了 現在學校已經在放長假了 現在學校已經在放長假了 完全沒有看過他 一段時間沒見又要對你刮目相看了 你跟遇見先生的感情還真好吶 你好啊 我叫寶月欠 女人見面感覺就是要打架捏 為了成為了不起的大盜正在努力學習中 告訴我一些你的事情吧 原本想要去機場接機的 那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那就是科學的力量 在我身上裝GPS了 哎呀 真是神奇 血印會浮出來喔 搜查啊 技術的發達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方啊 他聞著我的血印到這裡呢 目擊者難道不是你嗎 我的確是接到了電話才來的 他說現在需要科學的力量 科學的力量是非常強的啊 美國不是有一個專門在抓人的那個影集叫什麼來的啊 走進科學 完全都不敢犯案了 各種手段 那我們就來調查這一區 跟帶捕小子的車車顏色不一樣呢 那是什麼 CSI走進科學 哎 帶捕妹妹 GET 嘿 嘿對 他有這個音樂 酷啊 你該不會就是目擊者吧 嘿 完全不懂他在表達什麼 嘿 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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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哎 啊 怎麼可能 阿伯 他是三年前負責案件的證人 自從那次之後他就多次的出現 他第一次出現是在那個 當那個警衛是不是 好像出現過很多次 大將軍的那個 大將軍的警衛嗎 今天是個大兄之日 難道要把老朋友全部找來了 將軍超人還有那個馬戲團的 還有那個會騎摩托車會飛的 他的名字叫做大場薰 大場跟大神聽起來很像喔 哼 我對你這種小姑娘是沒有興趣的 你之前不是在當警衛嗎 我只要有人找就是招之急來的喔 需要人走的地方我可是自首可樂的唷 唉唷 雞排跑出來了 你真是受到了各種人士的青睞阿 誰會找阿嬤當警衛 不滿你說我家樓下的警衛 可能也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恩老實說我寧可希望不是他 這下子一定得問他了 是一起殺人案 你募集了殺人案 大神好像就是會把時間什麼的搞錯 之類的吧 當時我在休息 不經意一看有兩個男人站在那裡 突然聽到碰了一聲 阿就要你倒下去阿 阿就要你倒下去阿 喔碰一下勒很大聲喔 看來不能放過他啦 看來不能放過他啦 你在這裡稍後做休息 你說當時是休息時間 要知道販賣夢想可是很辛苦喔 揮灑汗水辛苦折邀 還要宣稱這份工作是個夢想 千萬不能讓孩子們聽到了阿 所以我才要偷偷的在這裡休息阿 忽然喔 我就要變屍體囉 什麼地震阿 欸 有感地震 等一下 有感地震到 那些震了 夜 一路 一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回來了 還好啊 地震一定要先跑啊 雞排是不是 我這樣的應對正確吧 有地震就先跑 有兩個男人站在那裡 What the 長的是平平無奇的樣子 肯定沒錯 有沒有他們一些什麼特徵呢 不用擔心他們比不上你 我聽到你碰一下真大聲 碰一下真大聲喔 看見了嗎 肯定沒錯啦 槍聲很大聲 你沒有打算過去救人啊 我立刻就落跑囉 兩個男人一發子彈 那血跡呢 如果我看到臉我就可以想起來了 給你看個好東西 唉唷 你還有藏好東西喔 真的是好東西啊 這是什麼 這什麼東西 沒看過耶 上面還有按鈕 啊 投影裝置 我正在輸入需要的模擬情報喔 畫面放到最大 異誰的秘密絕招 這個是 他的名字就叫做 道道 喔 直接空間投影出來啦 這是拿來模擬切到過程的機器 剛剛他說有兩個男人站在這裡 然後有槍聲被害人就倒了 嗯 你是真的有用 你這個能力不下真銷 最近小偷的技術 突飛猛進啊 嗯 挺不錯的 不過要是情報有物的話 情景就會很不對勁喔 換句話說可以拿來驗證 首先呢 他倒下的這個姿勢就很奇怪 道道就由他帶著 好啊 道道不分給我 這裡是暗發現場的話還缺了某個東西 應該少了在這裡出現的東西 應該少了在這裡出現的東西 這裡也沒有血跡 這個證數越想越可疑呢 難道你說謊 他看起來不像是在說謊 被害人的血為什麼沒有流到地上呢 喔 在玩偶裡面 請重現出犯人的長相 開始不可能耶 OK 合體 被害人穿著玩偶裝 合體 看來他是綁架犯的可能性已經是相當的高了 血應該積在玩偶裝裡面 要是有腳印就好了 不知道 他都說看到兩個男人了 那這阿伯兒是在說什麼呢 他怎麼不跟我們說是這個玩偶裝 哇 這就是科學的力量阿 幫我們採集一下血印 來 看一下他的科學 沒有人好好講正言 沒有人好好講正言 哪有 有一隻鸚鵡 講得很準 喔 喔 腳印出來了 犯人當時應該穿著玩偶裝 好 再次重現 好 再次重現 還是很奇怪 有一件事情更令人在意了 你再重新說一次 你再重新說一次 當時我在這裡休息 兩個男人站在那裡 碰一個很大聲 我嚇個半死喔 首先指出他的矛盾 什麼男人 出事 應該是有玩偶裝的喔 還有另外一件事 為什麼你都不說到玩偶裝 你真的看到了嗎 他從二樓的座位那裡 你剛說發生在你的眼前 哎呀 口誤啦 那裡的二樓是貴賓專用的 有高級的椅子喔 所以我有時候會到那裡睡午覺 那邊看到的話確實沒有很清楚呢 這玩了我這麼大隻 我的確是看到了兩道人影 但其實是在陰影之中 連陰影都長得像人啊 我的眼力最近也開始衰退了 好 我們繼續調查吧 出入情報 投影 首先是腳印嘛 首先是腳印嘛 能夠重現出來的不只是人物 能夠重現出來的不只是人物 好厲害啊 這就是科學 多虧了你 我要向你道謝 這也是科學的力量 你們那個是什麼原理呢 我可以給你看說明書喔 喔 這樣子就可以不留下血印了 這次的 二樓的座位 舞台已經被拆掉了 今天的表演已經全部結束了 二樓的貴賓是在哪裡呢 嗯?舞台已經沒了 犯人站在陰影之中 看來命案是在舞台被拆掉之前就發生了 有點早啊 比我被抓的時候還早 噢 當時是這個樣子喔 沒有 我被抓的時候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嗯 有麥克風 美女還會唱歌耶 怎麼樣 嗯 唱得不錯 我先去一家廁所 今天喝的有點多 30分鐘之後馬上回來 我們就要來參加這個樣子 我們去看一家廁所 一家廁所 一直是進入 我們會來看一家廁所 我們的家廁所 對 我們會來看一家廁所 我們會去看一家廁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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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呢 難道他站在舞台的上面 沒錯沒錯想起來了有一個在舞台上面 那感覺又煩啦 應該是屍體在舞台上面 OK 收集完畢 看到了吧這就是我們日本的科技 直接把犯案現場 重現出來 真正的案發現場就是這裡 原來如此啊 替我省了很多功夫呢 看來你們重現犯罪情形了 這個是道道 遙遙領先 日本科技遙遙領先 舞台又被裝起來了 沒有血跡 重現了現場的狀況 你還是認為輝原警官是犯人嗎 犯人一定是在這裡行兇的 真正的案發現場就在這裡 他當時在舞台上面埋伏 等到被害人一來就從舞台上面開槍殺了他 你始終堅信他就是犯人啊 對這就是我們民國的有罪推 有罪推論 先 假設他是有罪的 然後我們再來慢慢查 讓我來驗證看看 從舞台上面開槍射殺了他 真是抱歉啊 我們重現出來的其實並不完整 因為你打斷了我們 犯人在上面開槍 還不是不可憐 你看被害人的屁股 回想一下 屍體的槍傷在什麼位置 我沒有看得那麼仔細 是從肚子射進去貫穿了肩膀 是從斜下方開槍射擊的 這樣的話 沒錯 他是從斜上方被擊中的 有矛盾啦 產生矛盾的那個地方有點不對勁 他們兩個的位置怪怪的 所以他們的位置反過來了 被害人當時在舞台上面表演 犯人對他開了槍 輸入 投影 投雷斯 On 啊這個角度 是要怎麼打到這個肩膀啊 那剛剛的邪意應該怎麼解釋呢 那犯人當時應該也是穿著玩偶裝的 所以有一個玩偶掏槍 射另外一個玩偶 犯人 綁架犯之間起了內訌 這樣推測是很合理了吧 你認為呢 士郎 光是這樣也不足以洗清他的嫌疑啊 我也沒有打算洗清他的嫌疑啊 他確實有可能是嫌疑犯啊 你仔細看看這裡的胎痕 三個輪子的痕跡是屬於 逮捕小子車車的 他說他的車車被偷走一定是在說謊 他一定是來這裡殺人然後再把屍體運走 完全同意 先把他抓起來 除了車車之外真的沒有其他可能了嗎 看一下我手上有什麼 代捕小子車車 輪胎的痕跡 輪胎的痕跡 他這樣子開在飆車是不是 表示時間是在下雨之後 看來被害人的血印也是差不多那個時候留下的 要怎麼開車才可以開出這樣一個大迴旋啊 那是 三輪車耶 他那個時候說他被小朋友追著飛踢 那應該有小朋友也看到了這個現場 沒有任何根據但他應該就是說謊 採取這樣的想法就可以解釋很多事情 那個胎痕一定是 逮捕小子車車的 雨停之後他把車子騎到了這裡 然後再把屍體運回去 移動屍體的方法也不一定只有一個 車車跟他的屍體這樣的推測很合理吧 這個狀況當中有沒有矛盾的地方呢 帶補小子車車車 在的不是夢想而是屍體呢 甚至還會拔頭 這個胎痕 帶補小子車車 再不小子車車就停在車庫裡啊 而且沒有胎痕啊 這個胎痕並不屬於輝原景觀的 看看車車的狀態 輪胎啊 完全沒有泥巴 但這一台 會是輝原的車車嗎 來 大腸女士的妹妹車車 他當時可是一直在睡覺喔 應該還有另外一個騎著三輪車的人 初代代補小子 原來他們三個的車子還是不一樣的 我建議你去找初代代補小子車車 不停在了 九九九喔 哎人質被放了唉 真的是美男子唉 又帥又有錢 看來他就是被害人啊 你之前都被藏在哪裡呢 我一直被關在西部區 原來被關在我隔壁啊 我打算從地下通道逃走卻迷路了 犯人逃走了穿著玩偶裝 沒看到長相 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是女的 大神 和劉迦貝咯 請你們離開 我們走吧 小倩你也怪怪的喔 你又這麼剛好來到這裡 你們不用擔心 只是聽取一些證書而已 不會對你們亂來的 阿彌陀佛 女性永遠都是公主喔 你快點帶路吧 問話的話 我勉強配合 你問他可能是 要辦法問出一些什麼 可能可以問出一些什麼 但大部分的情況 都會有問題 沒證據不可能壓人 不好說啊 每個國家的法律不一樣啊 有的國家就先壓再說 以免喔 他們逃跑啦 像這個四郎搜查官來的這個西鳳民國就是屬於先抓再說的 遇見 他的女朋友 也來了 你的兒子找到了 他沒事吧 他看起來很疲憊但沒有死 有一個是女的 他的手還受了傷 這一次真的很感謝你 心靈的事讓我很震驚 不過幸好阿光平安無事 等他一回來我就馬上把這個交給他 你信嗎 喔收到了情書 來給你看看 天和光先生我好想你 啊是很 簡單直接的情書 寄見人好像有點怪 貸款公司 這封信你有頭緒嗎 我跟他的相遇地點是在一個街角的十字路口 當時咬著吐司跑步的織女和他撞個正著 這就是命中注定 你這樣做花就太可憐了 植物也是有生命的啊 哎喲 他手上那個戒指是可以吃的啊 你是光的女朋友 雖然是這樣 但我們不是戀人關係 喔 是他的其中一個女朋友 這可不是尋常的戒指喔 甜一甜還甜甜的 那不是寶石 而是糖果 我爸爸在天和總裁的公司上班 所以我跟阿光是青梅竹馬 青梅竹馬那變成男女朋友 是很正常的嘛 很難輸 我爸爸平常因為工作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的 他都搭成天馬 天馬 喔他們的飛機名稱啊 但我的爸爸已經不在了 十年前左右他就不知道被送去什麼地方了 被老總不知道送去什麼地方了 我是不會認輸的加油 應該只是暫時的去出差啊賺一筆大的 哎 案件你有什麼頭緒 我一直都待在這裡不清楚任何的案件喔 你當初是怎麼知道的 這個是因為 少女的直覺 我對他的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喔 太不可思議了 那麼接下來要怎麼辦呢 必須查出另外一個綁架犯了 因此該調查的是 監禁的地點 現在需要關於犯人的線索 那我們去調查一下犯人的老家 我們去問問那裡的警察吧 檢察官怎麼能跟怪人溝通的 這世界上怪人就是這麼多啊 沒有異狀 哎 這個警察的說話方式 有點奇妙 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是了解囉 答應的很爽快 真的可以嗎 有收到指令的 但戲劇刑警 有拜託我放你進去 喔 那位刑警如此的受人仰慕啊 還有一份文件 哎唷連 所有資料都查出來了 喔他叫做埋名隱姓 慣用手是右手 從這個監獄越獄之後下落不明 越獄時搶走了一把手槍 原本以為他會去找他的妻子 還有獨生女 但沒有發現中隱姓 喔 所以他那個時候才叫 隱姓埋名啊 十年前被判有罪 逃獄之後就跑去當管家了 越來越搞不懂 警察資料當中有詳細的記錄 不管了 先去查他們的巢穴 中文的本地話翻譯翻得很好耶 剛剛要展開內部搜查時門是鎖上的 大概動員了十個警察把鎖撬開了喔 中文的本地話翻譯翻得很好耶 看來去過鬼屋啊 這是我們隔壁的那一間 這是我們隔壁的那一間 我們當時也被 囚禁在了隔壁 這扇門的前方 就是我們被關的地方呢 就是喔喔喔喔喔喔喔的那個地方 茶杯有三個 人有兩個 茶杯有三 真是奇怪 還有鑰匙 這個應該就是車車的鑰匙 上面是地圖 好玩開心又尊榮 板東樂園為你乾杯 那也不曉得拍拍樂 椅子 調查一下椅子 123 有人坐過的椅子有三個 恩 人也有三個 這裡是壞掉的玩偶裝 有點陰森了全部都被解體了 誒 之前那個頭不能用啦 我們先來假設 犯人有三個 共通點都是兩個都有三個 不見了玩偶裝也是三套 123 4 123 不見的玩偶裝 123 45 不是應該有五個嗎 有人說 只有兩個人 這裡有陷阱 地下通道的門 光說他是從這裡逃出去的 但我們那邊出不去他這裡竟然出得去 不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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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一下椅子 睡掉的鏡子啊 為什麼會在這裡呢 沒有用到的椅子被收起來了 拍拍樂的看板 四個當中我們已經抓到兩個囉 剩下兩個希望趕緊出現啦 蹦蹦跳 蹦蹦跳 很有活力啊 這一次的鋪手 很有活力啊 這一次的鋪手 西部區有這樣的桶 桶子裡面究竟裝了什麼 想進去看看是不是 門已經被撬開了 門把的部分歪得很誇張啦 好奇怪喔 鎖的地方根本沒被弄壞呢 要撬開這個門應該是會 損壞得更加嚴重 難道其實沒有上鎖 是用東西卡住的 是一把刀彈已經斷掉了 光靠一個人力量是不可能折斷刀子的 要思考的方法應該是 誰把這把刀弄斷了 要想得更深入更長遠 還用這個刀卡住了這個門 警方費盡了力氣才打開門的 沒有上鎖 門缺緊緊的關著 就是因為這個 插上了門法 經典手法 柯南看多了就會喔 所以刀是被折斷的 喔 犯人出現啦 哎呀這不是御賤先生嗎 這是員工鑽用的地下通道 員工還得從這裡鑽出去啦 逮捕小子一直都是走這條路的喔 初代逮捕小子get 這樣子剩下最後一個囉 拍拍了 快拍完了 不是 在這個辦公室拍 你不是說是犯規的嗎 欸 那個門怎麼是開的 不見了 壞壞代捕小子的玩偶裝不見了 那個頭喔 早就被偷走囉 我也聽說了 可是我聽說被偷走的 只有三個啊 我怎麼算都是五個啊 壞壞代捕小子的數量不足了 包括預備的在內 每個都會各準備兩套 其中一套穿著走 每個角色剩下那一套都會在裡面 所以他當時應該兩套都在裡面 壞壞代捕小子的玩偶裝 平常是不會拿出來穿的 我每天會在固定的時間舉辦活動 也就是說 根本就不可能湊到 四個代捕小子 不好意思了小朋友 你們是不可能拍到四個的 你們將用無止境的 在尋找壞壞代捕小子 還有這樣的活動啊 這個是唯一有機會看到 玩偶裝的時機 欸小朋友你們慢慢找吧 根本沒有壞壞代捕小子 會在 園區裡面走 已經接近表演時間了 現在找不到玩偶裝 不是 現在 這個 遊樂場還在運作 發生殺人事件了呢 難道總共有四個犯人 你仔細回想一下被偷走的玩偶裝 你看這個 我穿這樣沒辦法聽清楚你說的話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壞壞代捕小子的 你看這個完全證明了 稍微思考一下 非常簡單 這個有一個人穿嘛 這個有一個頭被丟掉了吧 這個你現在穿著 這個阿嬤穿著 如果要偷走第四個應該要偷 逮捕妹妹比較正常 但是犯人卻選擇 偷了壞壞代捕小子 當時他應該需要兩個壞壞代捕小子 然後輝人說他還遇見了一個跟他 穿著一樣衣服的 那還有一個原版的在哪裡 壞壞代捕小子 被丟掉了 垃圾桶 來我把這件拿出來看看 果然是壞壞代捕小子阿 手還破了一個洞 少了頭 首先手有破洞 右手為什麼壞掉了呢 可能戰鬥之後 受傷了 是這麼兇殘的生物阿 腳很乾淨 三張折疊以整齊的擺在這裡 這個地方 腳很乾淨 這是什麼意思快告訴我 或許不能說是完全 OK 這裡還不需要用到腳很乾淨 首先呢他沒有頭 沒有頭的這個地方 這個沒有頭也跟他 沒有關係 現在都還不需要這些東西阿 現在都還不需要這些東西阿 看來就是這個 斷掉的模型刀了 滾啊 這是什麼意思 或許不能說是完全 為什麼這裡會破洞 這個破洞 我看一下這一本書 磁槍的大壞蛋 他拖走他的原因 原來是因為他可以磁槍喔 沒有 沒有血跡 沒有這個 為什麼 為什麼手破掉了 跟頭也沒關係 跟屍體有關係 跟屍體也沒有關係阿 一定是跟手槍有關係阿 我又沒有手槍 滾啦 看來似乎出現了矛盾了呢 你仔細看 原本他右手上面的東西不見了 手槍難道是黏在上面的 他都是用右手持槍的 而且 他的槍可拆卸嗎 手槍 手槍都是牢牢固定住的 果然沒錯 是硬被拔下來的 那手槍不會是真的吧 當然囉 只是模型槍咯 不過是可以發射的喔 因為表演的時候需要 調查的差不多了 調查的差不多了 可以開的模型槍喔 看起來犯人應該又用了一些手法把他掉包了 出什麼事啦 出什麼事啦 正門前找到了帶捕小子的玩偶裝 最初代的嗎 模型槍塞真的子彈能用 好像 好 好像有些是可以的 最終決戰 교 谢谢观看